海北老师,你听过这些大流行猴斗吗? 这猴斗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吗? 我看了图片,好吓人呐 帕帕啊,猴斗是一种人出口患病 被认为通常偶尔发生在西非和初非的热带园中 最少猴斗是于1958年代一直倦养的猴子身上发现的 并且历史上大多数的猴斗感染病例都发生在吃烧的非洲国家中 咦,海北老师,你已经知道西方国家有好多这个猴斗患者了 那按你的说法,哪有从非洲的猴子都从难民跑去西方国家吗? 不会吧 海北老师,我们在讲猴斗,猴斗,这跟疫苗有啥关系? 你当时扯了疫苗去打,你斗猴呢 海北啊,我们是要讲科学依据的 早在2021年2月辉瑞公司的文件里面就提到 仅在美国的英国同时通过新冠疫苗进行使用授权后的两个月内 辉瑞就收到了8152例逃诊感染的报告 几乎18例甚至结果导致了多胀气功能衰竭 所以我们可以确信现在流行的所谓猴斗就是新冠疫苗的附作用 猴斗明显是疫苗灾难,是人为的结果,是人自犯的错 怎么能让猴背锅呢? 猴斗明显是人自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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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